好 我們接著來看琴太二 然後寫有落泰 有狂泰 有舒染泰 有周旋泰 在這邊他是舉例幾種琴太是屬於比較不好的典型 例如說看起來非常的弱不禁風啊 例如說看起來特別狂妄啊 例如說看起來特別懶散啊 隨意啊 還有一種是特別一直察言觀色 感覺想去討好別人啊 這幾種類型都是屬於他覺得比較不佳的一首琴太 接著我們再往下看 飛鳥依人 情智婉轉 此若泰也 不山不履 旁若無人 此狂智也 坐子智如 問答隨意 此舒染泰也 事其蹤跡 不苟言笑 察言觀色 屈吉避凶 則周旋泰也 哇 這麼長一段是在講什麼 其實他就是去描述弱態 什麼樣叫弱態 這不講一個特別需要依靠別人 然後說話又很婉轉 沒有辦法好好表達 這樣子的時候就是叫弱態 而不山不履 就打扮了就不整齊 然後接著講話的時候好像旁邊都沒有人 可能講得很大聲 或是說動作很大 不在意旁邊的人 這叫狂態 然後坐子智如就坐姿不端正 坐姿很隨意 回答也是言不及意 回答很隨便 這叫舒染態 講話什麼都特別小心 然後早是一直去表達討好別人 這種就叫周旋泰 主要用這個方式來讓大家理解這幾個泰的解釋是什麼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皆根齊情 不由矯枉 弱而不昧 狂而不化 舒染而真誠 周旋而見舉 皆能成氣 反之敗類也 大概易得二三億 這一段是說什麼呢 他說這些情態啊 其實都來自於他最核心的根本 就是他很難去矯正 很難說今天從弱變狂 從狂變周旋 這個不太容易 再來是矯正的過程中呢 也不這個矯正過太多 他反而如果有一些些調整 反而還是能成一些事情 就例如弱而不昧 是講說這個人雖然很軟弱 可是他不去慘媚別人 他就是基本上他雖然害怕 可是他這個還是內心有個正直的心 他今天做事情還是知道黑白分明 他不會去慘媚其他人 或一直要貼著別人 依靠著別人 叫弱而不昧 狂而不化 就這個人雖然自傲 可是他不會大肆張揚 然後不會說一直去影響到其他人 而且甚至不去干擾到其他人 叫狂而不化 他內心非常自傲 而且這個人也非常驕傲 但是他不會去容易得罪別人 那這樣也還是不錯的 舒染而真誠 就這個人雖然不修蝙蝠 可是這個人非常真誠 說話非常的自然 而且他內心可以表達真實的想法 不去騙人 也不會敷衍別人 就真誠地去對待每一個人 那這樣子還是很真 很好 最後呢 就是這個周璇而見舉 就他雖然一直想要討好別人 會察言觀色 可是呢 當今天需要他站出來 主持正義的時候 他還是能出來主持正義 那他不會因為這樣 想要慘媚別人 或者想要這個不得罪別人 而不站出來 他還是會站出來 那皆能成器 就想說今天這種情態呢 雖然不是很好 可是他經過一些調整 如果他還能維持我們講的這個正義 核心的自我 還能保持自我的狀態 能這個做對的事 那基本上還能成器 反之如果沒有辦法 就維持這些形態 那叫敗類 也就是他很難有很好的成就啦 就算有 也是非常之少數啦 他講的是這個意思 好 我們接下來講的一樣是一個案例 然後這個案例也是之前講過的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怎麼應用在現實的職場中 和這個 我們把這個學問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這要講的這個案例是之前提過的左宗棠 左宗棠的狀態呢 我們之前講過他是屬於邪的這一種 但是說他能夠成就大使 同樣左宗棠也是屬於狂的一個人 左宗棠都說過嘛 自己是當代之諸葛亮 哇 這是比較狂妄的一個稱呼啦 畢竟當代的傑出才俊這麼的多 他竟然說自己是當代之諸葛孔明 就是屬於狂的一種表現 但狂而不化是什麼意思呢 他基本上雖然狂 可是這個人內斂 並且等待時機 抓住時機 並不會說狂的時候呢 一直去表現自己 這樣特別 這個特別好 或是特別怎麼樣 不會去一直去得罪人 反而能夠沉淺 能夠低調 等待時機一到 抓住機會就往上 這就是屬於狂態之人 但是呢 他狂而不化 就是屬於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同樣我們在講這個弱 弱的時候呢 本身弱而不媚呢 講的就是我們在看很多的這種戲曲故事裡面啊 有一些小人物 雖然說他本身啊 這個狀態很需要依靠別人 可是當他需要正義的時候 他會站出來主持正義 你並不擔心自己會因為弱 而沒有辦法把力氣撕出去 這就是屬於弱的部分 但是一樣可以站出來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呢 基本上在從左中堂的案例 在從前面幾個古人 不管是這個江中元 不管是這個劉明傳等等的人 不管是我們在看這個曾國藩這個本人的時候 他其實都是屬於這幾種情態裡面 你可以去找到一些這些情態 但是他屬於好的一種狀態 就是屬於這個狀態的樣子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抽過兵鑑這幾個型態裡面 去看到這些人 那你在現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怎麼辦 遇到有的人很隨意 可是很真誠 你就知道這個人還是能有一些事業 那隨時不同的工作是什麼呢 像弱而不媚的人啊 他在這個工作的時候是怎麼樣 這個人可能一直都沒有太多的意見 可是他又不容易慘媚別人 這樣的人呢 適合做背後的內政 和這個幕後的行政工作 因為這個人呢 雖然說他要靠著別人 他沒辦法自己成事 可是在行政工作上要做得很好 如果今天行政上一旦出了一些問題 他不會為了討好任何一個人 他還是能把事情給做好 因為他能做對的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來再往後看的時候呢 來看狂態之人 狂而不化的人是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呢 他就適合做這種跟銷售有關的工作 因為他很有自信 不容易被打倒 其實他一直被拒絕一直被拒絕 他還是覺得無所謂 對 我還是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而且他不容易說表現得太狂妄 又讓別人覺得這個人就是不舒服 或是這個人去攻擊他 不會這樣 他還能控制他自己 那做銷售工作是特別適合做這個崗位的 再往下呢 我們來看這個周旋態的狀態呢 就是一個人如果是周旋的狀態呢 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 就這個人他不一定會 這個他很容易討好所有的人 可是同時間他一樣還能夠在 要站住自己位置的時候站住 所以這樣的人做的東西是什麼 適合做公關工作 就基本上他能對所有人都能夠特別的討好 可是同時間他可以在公關上面表現得比較好 這樣的話他就不動力在公關上面失誤 我就出錯了 好 那萬一最後我們再講一個心態是舒染態 舒染態卻有真誠的人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呢 這樣的人其實適合做創意工作 因為他雖然表現得比較隨意 而且他雖然穿著的不整齊 可是這個人很真誠 所以他在做創意工作的時候 他是有比較自由的空間 這個人就容易發想出與眾不同的狀態 而他真誠他並不是真的不在乎 而是他認真在想 只是這個人希望在更多的空間 可以揮灑他自己的才華 所以一般舒染態的人 我們建議他做創意類的工作 和不需要穩定的工作 因為他沒有辦法一直持續他的認真情分嘛 他可能更多時候希望有更多自由的時間 更多的時候有時候發一下懶 但有時候可以更認真 所以他適合做一些自由業的工作 或者是創意發想類的工作 都會特別適合這樣子的一個人 又要不需要尊重的工作 真的